哎呦 因為廚長他都會做 我啊 那我們要打的 船上圍群漁業署代理署長親自下廚 和廚神副子黨同台展現廚藝 就是要拉抬海鮮銷量 這回和超商合作推出特色產品 推廣國產的鱸魚以及魷魚 說有補的感覺 那魷魚的部分也剛好應對 就是現在剛好中秋節的部分 對 然後發現到這個魷魚 在這個超商的料裡面比較少 希望它的味道層次再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次的飯糰裡面呢 除了沙茶以外 我們還增加一點點的辣度之外 然後米飯外面部分呢 再做一個烤的動作 讓它有點鍋巴的響起 就是選用橘木鱸魚 然後還有去骨啊 然後方便大家使用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品質也非常的好 為提升水產品的銷路 漁業署推出即時餐點 像是魷魚的炙燒飯糰 以及有大塊魚肉的鱸魚鮮湯 要讓國人吃到當季的鹹魚貨 金木鱸的優點就是長得快又好 現在其實鱸魚的部分 有大概將近快九成都是養金木鱸 去年做的鱸魚做得不錯 所以今年想繼續來做的部分 那那個魷魚的部分是因為 剛好在這個產季 大家很喜歡燒烤魷魚的這一塊 那今年的部分的魷魚 又是抓得蠻多的 其實是蠻平價的 不管是養殖還是捕撈的魚貨 利用方便的好鄰居讓消費者方便食用 既可以方便上班族吃到新鮮料理 也讓漁民多了銷售管道 一舉數得 明星新聞陳首三唐俊豪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 謝謝